Add-Off Fill & Sign是免费使用的拍照 Become a Watermark 直接盖在PDF上面 你就可以去到小宝TV 免费观看 可以直接点击你要Crop下来的图片 导入到你要连贴的地方 买了iPad却不知道怎么用 今天教你三种最好用的功能 假如你经常烦恼PDF不知道怎样Edit 我要Fill Out这些方法 有点困难 那么你一定要下载这个 Add-Off Fill & Sign 是免费使用的iPad iPhone均可下载 在里面你可以直接点击空格的地方 它就会跳出输入文字 输入后再点击下一格 你又可以继续使用 它会制度识别格子的大小 给予合适的字体 当你输入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度调整 最下方如果是要签名的话 你还可以拍照 Become a Watermark 直接盖在PDF上面 就能轻松完成 然后将它导出发给你的同事 是不是非常方便 然后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当我在打字的时候 那个延迟率是非常的低 没错 因为现在我用住的就是 Good Job Du的iPad Casing 你看这个iPad Casing真的超好用的 它可以直接manage吸附你的iPad 吸附能力跟原厂的是一个模样 因为原厂的iPad Keyboard就要 1500块 而且在厚度质感 magnetic的吸附力 跟它的悬停功能支撑力 这个Good Job Du的Quality 几乎差不多 在厚度方面也是差不多 唯有不同的地方就是 原厂的它是三个焊点在这边 它要通过iPad的电源来寄火这个keyboard 而这个的话是采用Type-C充电 它的好处就是 只要打开蓝牙连接上就能使用 然后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 当你的iPad取下之后 你可以透过无线的方式进行输入 而且不局限于iPad 如果你有其他的设备呢 也可以透过蓝牙连接的方式去使用 再来你们有没有遇到一个问题 当你看到一些视频很想下载下来的时候 可是并没有下载键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安排 首先无论是iPhone、iPad 你都可以去到App Store下载 Documents 再通过里面的游览器去搜索 Facebook Reels Download 再选择其中一个提取你要下载视频的连接 连贴 然后点击下载 这里就有高清跟低清的选项 你可以直接点击下载后 不是它的广告 它就会跳出下载栏 按完成 它就会跑去你的下载中心 当你查看回去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播放 你也可以将这个视频储存到你的设备 通过共享方式储存视频即可 这个下载视频的方式不局限于Facebook 包括Instagram、Twitter 最近换成X了 或者是YouTubeShot 等等的短视频 都可以透过刚刚我所说的方式去下载 再来大部分的用户呢 他们会拿iPad来做Design 做画画 当然我们就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设备 就好像我手上的这一支 Good Job to Apple Pencil第三代 跟上一代比较的话 它已经把Type-C接口优化成 Magnetic吸附充电 直接Tap在iPad上面就能进行充电 在上方呢 你还可以看到LED light 看这个Apple Pencil的电池状况 充电一次工作 是可以持续8到12个小时 在笔头方面也做了进一步的优化 滑起来不卡手 也不会伤害到屏幕 里面还配来了额外两个备用笔头 还有Apple Pencil的收纳袋 而且它的笔头是采用那种超级耐磨的材质 一粒笔头可以用上四五年 这个笔还没有坏 可能你的iPad就已经更换了 这个是我自己夸张的讲 在操作方面如何呢 首先我们先说 它的延迟率几乎零延迟 操作非常好 就算是你手靠在平板上面去做画的话 也不会因为你的手掌动到屏幕 而导致误触问题发生 一样能正常操作 进行你的绘画跟设计 由于它的笔头 跟Apple Pencil做的是如出一侧 所以在整体的操作起来 跟Apple Pencil是同一个level 完全不会感受到延迟或滑起来不顺手的问题 在操作的时候 除了你正常的握笔方式 你要横着来画画的话也可以 比较有艺术天昏 它握笔的时候是比较喜欢横着握的话 这个笔在操作方面一点毛病都没有 当你在办公的时候 你也可以透过它笔上的按键一点 就可以返回 点两次 它可以退出应用 点三次它会跳回应用栏 顺便教你们一个额外的功能 因为很多人就忽略了 Apple最好用的Crop图功能 你可以直接点击你要Crop下来的图片 直接导入到你要连贴的地方 不只是在这个应用 包括你的Nodes 其他的软件都可以 只要它可以insert picture 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把Crop下来的图片连贴到笔记上面 还有iPad语音输入的功能是非常好用 只要透过地球logo加D键 你就可以透过文字来输入 而且输入方面非常准确 是不是非常好用啊 当然所有的应用都能兼容的 只要你用的是iPad自己的输入法 就可以透过地球logo跟D 激活语音输入 所以买了iPad就是为了生产力 再创造出生产力的前提 你也必须要有生产工具 所以这个Good Job Do的 Apple Pencil第三代 跟iPad Keyboard 都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神器 我们就说Apple Pencil 官方原价就要600多 这一支100块才可以购买5支了 这个Keyboard原价1500 这个只要350 都可以买4个了 所以我只可以说 这个iPad K-Sync 它的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而且在材质方面 比较于原装的话 一点都不说 厚度方面虽然会厚了少许 但是一听到350 OK啦 可以给我来一打 OK 所以看完了生产力的应用程序后 最后就是娱乐 娱乐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拿iPad来看戏的嘛 不然买iPad来怎么 当然你就可以去到小宝TV 免费观看 不需要买Member 不需要充值 直接打小宝TV 在上面观看你要看的电影 连戏剧 播放方面还特别快的 这样 就可以正式播放了 而且是Netflix的戏哦 给的画质还是高清的 游览的时候还非常快 目前这个是免费使用 相信他会时常改地址 所以你就可以透过游览的方式 搜索小宝TV 镜像 你就可以搜索回这个网址 当然你不要这样麻烦的话 你要把它加载在iPad 可以透过分享 添加到主屏幕 创建一个App即可 当你要观看的时候 打开App就直接跳到那个网站了 这一期视频主要就是跟你们说 iPad的这几项功能 你必须下载 也必须懂得用 不然真的很浪费 再来就是跟你们说 Good job Do the accessory 性价比不但非常高 quality方面更是 看比原装品质的 如果你对这些 accessory非常感兴趣 你可以到我视频下方连接 去到官方了解更多详情 就这样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